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这边在过夏天的炎热 他们那边好像在过秋天的凉爽 那么今天跟他们在连线的时候 他们给我们的反应现在是越走越冷了 我就特别好奇 现在我们的团队到底走到哪了呢 就像徐东刚才所说的 今天我们的思路团队所到达的这个地方 就像一座天然的大空调 它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 又是新亚欧大陆桥的要道 同时它又是一座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究竟这是哪呢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动画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思路团队 他们今天的行动轨迹 来看看 好的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团队 目前已经到达了甘肃省的张业市 可以说张业在甘肃有一个说法 叫做金张业银五威 因为那个地方的自然风光真的是非常的棒 我自己之前也曾自驾去过一次那个地方 可以跟各位描述一下这个画面 一眼望不到头的笔直的公路 远处是这个巍峨的奇连雪山 然后进度是看不到头的百里花海 非常美 而且这个地方虽然身处这个黄土高原 但是因为有这个奇连雪山的滋润 所以也是一个粮草特别肥美的地方 又被人称之为甘肃粮仓 刚才徐东描述的这幅画面 也让我想起了一句形容张业的古诗 不忘奇连山顶雪 错江甘州当江南 那这句诗里面所说的甘州 其实就是张业的古称 由此可见 张业是自古以来就拥有这种 非常秀丽的自然风光的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那么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的主持人刘瑞 也将为您带来有关张业的更多的他的体验 和更多的故事 敬请期待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的主持人刘瑞 来跟他沟通一下最近他的感受 刘瑞您好 刘瑞能听到吗 我是刘瑞 刘瑞您好 那么欢迎来到我们的思路进行时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你现在已经到达了甘肃的张业 第一个问题是你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张业这座城市它名字的由来吗 好的 那么我们的车队呢 是经过几天的高温酷热风雨交加之后啊 终于今天来到了我现在的所在地 甘肃省的张业市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身后就是张业市的标志性建筑木塔寺 那么张业呢 也有这个思路明珠之城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张业市呢 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室外的温度只有13摄氏度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穿着厚厚的防风衣 但依然会有这种丝丝的凉意 我想很多现在在西安的朋友们 忍受着高温酷热的朋友们一定会对我 我感觉到是羡慕嫉妒恨吧 徐东 哎呀刘瑞 你这个羡慕嫉妒恨真的是恰好的形容我现在的这个心情啊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我们的这个团队明天一天应该将会在张业停留一天 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明天的一天我们将会有哪些安排呢 嗯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张业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啊 其实张业的名字由来呢 是张国业必以通西域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张业呢 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就跟我们的臂膀一样的重要 同时呢 我们知道甘肃省的省会 现在简称的这个甘 其实也是源自于张业 因为张业在古代的时候叫做甘州 那么刚那么在这个张业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将进行一系列的采访和报道 我们今晚呢将在这停留一晚 明天呢将会去离张业市不远的山丹军马场 进行一系列的拍摄活动 更加深入的了解张业的风土人情 以及独特的自然风光 那么至于具体会有哪一些的拍摄任务 又会有怎样的一些呃 大家想要了解的故事呢 我想明天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吧 徐东 好的谢谢刘瑞 那么其实我们还知道啊 在这一路上 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 你也说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啊 要给我们带好些个 好吃的好玩的回来 那么不知道现在一路已经走到张业了 你这一路上印象最深的这个好吃的 或者好玩的是什么 方便在这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好的 因为今天呢 这一次我有个任务 就是给大家寻找美食嘛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口号就是 为大家寻找美食是我的义务 填饱大家肚子是我的责任 所以在这一路上我都用一只发现的眼睛 不停的在为大家寻找美食 比如说我们在天水寻导到了 它非常地道的这个天水瓜瓜 当时我就在想 为什么就叫做瓜瓜呢 那么在这个天水市 然后了解到啊 这个瓜瓜是口字不过来一个瓜 那么就说这个口 这个瓜呢 就是他们的当地用荞麦制作的一些面团 然后用手来进行一些牛捏的动作 然后形成一个一个的面团 然后被口所吃掉 这个味道非常像我们陕西的面皮儿 但是呢 它的这个面粉和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不同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包括我们今天去五威呢 也吃到他们这个三套车啊 就指的是他们的这个 有他们的红枣芙苓啊 包括他们的饧面呀 还有这个一些的这些腊肉等等组合而成 都是非常的精细 非常的令人垂涎欲滴的 好的谢谢刘瑞 那不知道你们今天晚上 这个在张叶好像是刚刚结束了一场活动是吗 那么方便在这里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你们刚才结束那场活动是什么吗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 都会进行一个地面的 关于丝绸之路万里行的推广活动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晚上到达我们的张叶市 就进行了一个张叶市的地面推广活动 来进一步的宣传我们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 也让更多的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人们 能够认识到我们 更了解到我们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 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它 让更多的人来宣传它 来认识我们这样子 好的 好的谢谢刘瑞 也祝你一路顺风 也希望你在未来给我们发挥更有趣的报道 好的 那么其实啊 刚才我们这个通过刘瑞的这个连线 我发现他说那边天气特别凉爽 真的是让我特别的嫉妒 其实让现在去这个张叶旅游呢 刚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没错 因为这个六到九月啊 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刚好是那边这个油菜花盛开的时候 所以说呢 如果说您最幸有这个出行计划 不妨跟随着我们思路万里行的车队 去到这个甘肃的张叶走一走 其实说起这个旅游啊 张叶一定是要向大家来仔细的来推荐一下的 它有着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比如说它有着这种原生态的城市湿地 有着彩色的丹霞地貌 还有这西北最美的油菜花海 包括它也有这个全亚洲最大的军马场 那在这儿呢 一定要向您这个仔细的来推荐一下的 可以说在这个张叶这座城市里呢 不光能够体会到赛上风情 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南国的风韵 可以说是一个综合了咱们中国南北 这个优点的一个城市 那么其实上呢 在这儿我们的这个前方的主持人啊 可能是大家刚才看到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这个贸雨给我们发挥这个报道 其实他们的任务啊 不光是给我们发挥报道和采访 而且他们还是身兼数值 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司机 对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通过一组短片了解一下 我们的思路万里行的这个在路上 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在路上 刚才听说您没落下了啊 没有 不光是我被落下了 凤凰的三位也被落下了 他们在拍节目 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刘燕 我现在呢是在天水运奈基山的小区 咱们先抽到大区 那么我现在正在做第二个决筹 通过这个短片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思路团队的成员呢 确实是身兼数值的 大家呢平时可能只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短片 能够看到他们在镜头前面的这种 很亢奋的一种工作状态 殊不知这背后的先心 你看抗凯啊 抗凯啊 抗凯那个 他之前呢 在我们心目中一直是这种主播的一个形象 但是他这次呢就成为了抗师傅啊 名副其实的抗师傅当上了司机 他这个胡子我发现也是长出来了 可能离他这个叙叙明智 他走之前的这个目标也是更进一步了 是的 在这儿啊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啊 这个抗师傅两个月之后 这个诺言的这个成果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也了解到 我们的思路万里行团队呢 每到一处都会跟当地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推介 有关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一个项目 那么在昨天呢 我们就在兰州也办了一场这样子的活动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通过一组短片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一场走进兰州 丝绸之路万里行媒体团 7月21号到达兰州 当日举办了丝绸之路万里行走进兰州活动 媒体代表团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如发表了感言 兰州自古叫金城 但是不只是这个 现在兰州正在打造丝绸之路的黄金段 也没有兰州 因此ス活动的需要 丝绸之路 现在都在北京 也没有兰州 领州的进兰州 我不存在 丝绸之路 许国人 对 也没有兰州 因为 一看到这个兰州啊 我又想起了牛肉面 这吃货的世界就是这么单纯 昨天呢 其实在我们说牛肉面的时候 旭东也是交给了大家一个口诀 来辨别一碗牛肉面的好坏 这口诀我是记住了 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 叫这个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那当时呢 在这个兰州去吃牛肉拉面的时候 我也是尝试了很多家 发现它这个牛肉面的状态很多 比如说它有什么大宽宽细二细三细毛细 它这个分法非常的多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旭东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兰州人 你知不知道这个牛肉拉面 通过这个形态来分的话 它是有多少种分法 其实按照这个做法和粗细的不同 兰州拉面的一共 兰州牛肉面的 应该是一共可以分为18种做法 但是在这儿我也要很惭愧的告诉大家 虽然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兰州人 但是我也只尝过其中的五六种而已 但是在这儿也不要紧 刚才跟刘瑞连线的时候 他也说到了有一个任务 就是带大家来认识美食 那么在他们昨天在兰州的行程中 他就去到了一家地道的兰州牛肉面馆子的后厨 去体验了一把做牛肉面的感受 咱们来看看 那我就来到兰州非常当地很大的一家兰州拉面馆 叫做东方宫 我现在就要去后厨给大家打探打探 这舌尖上地理道的兰州拉面 到底是如何制作出来呢 师傅您好 您好您好 我们得谁先过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吧 哈喽 师傅好Q呀 我们这个一直讲究后面是九九八十一柔吧 出一碗牛肉面只需要十秒钟 哇太牛了十秒钟啊 大家可记住啊 十秒钟一碗牛肉拉面就出炉了 铁锅交交应该怎么做呢 不得圆圆的 不得圆圆的 太断了吧 那不要紧 捏紧 捏紧 捏紧从这拉过来 报告断了 报告断了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要不然再重来一个 现在你可以拉了 可以拉了哈 然后呢再折过来就上来 这样折过来 把那个面图折过来 这样折过来 好 这会给上海放多了 然后从这再一森林 再一森林再继续拉 这道面这会儿就是天气太热了 还蛮太热的原因 你们来了以后 就说是已经学了 在我们这也学了 铁锅面怎么样拉 然后我们要不要 在这来吃一碗铁锅面 再尝一尝我们兰州的铁锅 要呀 要呀 就是为了来吃啊 那就来吃吧 哇 铁锅加小芳 实在是太热了呀 这地地道道的 兰州拉面就这样 登登登登上桌了 登登登 嗯 太淡了 兰州牛肉拉面呢 它是一种小吃 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 没错 那其实呢 我也了解到这个兰州牛肉面呢 它的这个创始人是回族人 马保子在1916年的时候始创的 那么距今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那当时呢 据传这个马保子家境贫寒 他也是用家中的铁锅 把这个面做好之后 兼挑着沿街去售卖 由于这个肉烂汤鲜 并且呢 这个面质也是非常的精细 很快就全国文明了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的一种符号了 没错 其实在这儿啊 再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 这个牛肉面啊 在兰州人的食谱上 它其实上是早餐 其实上我们也知道 这牛肉面头一个字就是清 所以呢 也是比较清淡 比较适合在早上食用的 说起这个事啊 我还犯过一个笑 之前到这个西安的时候啊 我看好多这个兰州牛肉面的馆子 早上我去吃 老板告诉我 我们早上不做 所以呢 在这也要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想吃这个特别地道的兰州牛肉面啊 还是得您自个儿到甘肃兰州去尝一尝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去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那今天呢 我们的思路团队 它是在这个张业来驻扎的 那明天呢 他们也将在张业展开一系列的活动 那其实呢 我们我觉得他们这个 对他们是充满了羡慕的 没错 非常的幸福 是 这两天在这个全国各地频报高温预警的时候 他们却躲在一个常年的这个平均温度 只有六度的地方来进行采访和采风 确实让人觉得太羡慕了 是 其实这个张业这个地方啊 它不光是这个气温啊 在这个时候特别惬意 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是旅游特别适合的一个季节啊 就是因为它这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地貌 是吗 对 单侠地貌 那当时我也了解到呢 这个张业有一处这个国家地质公园 是被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 评为全世界的十大地理奇观 这个平台是非常的高的 其实我之前啊 有朋友他就自己去过那个地方 回来之后跟我讲 那是不光是这个山海 而且是谁 是谁